方面上这个捐赠移动式的负压设备 对布丽基隆医院来说 可以说是防疫神器 院长林庆峰表示 这对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相当的有帮助 这个富隆社有捐助的 这个移动式的负压的设备 其实我们可以很激动的 那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家户病房 另外的这个病室里面 当做我们这个激动式的 这个负压隔离病房 第二个呢 如果病房住在专者里面的病人 突然出状况 突然出状况 其实我们的医护人员第一线很紧张 为什么 他会被感染到 那恐惧害怕都会发生 所以这个机器也可以把它移到 我们的专者病房里面 可以当做临时的负压的隔离病房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设备 所以再次代表医院 要谢谢我们蔡委员 他这个协助给我们有一个平台 可以跟福隆社 董事长 还有会长这里 现在我最大的感谢 那机农医院其实是我们机农地区的 在地的这个大病院 这个负压设备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可以临时就是将相关的病房 直接改建成负压病房 而不需要透过传统工程的方式发包 等你工程发包完毕 这个病人的治疗都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非常高兴 我们福隆社这边能够来抗海解囊来捐赠这样的一个负压 隔离的行动负压设备 用我们福隆社的服务来改变我们的人生 也改变受照顾的人生 那今天做对部立基隆医院做这样的一个移动负压设备 来帮助我们的医院能够抗疫 然后让我们的社区更安全 让居民更健康 这是我们福隆社以服务为目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宗旨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其实他可以迅速 然后又安全的把现在我们缺乏的负压病房的部分 在短时间的时间点下建置起来 希望在这个疫情爆发的一个时间 可以提供我们第一线基隆市在地的医院 有一个安心干净的一个治疗环境 这次立委蔡世英联合的善心单位 一起来挺基隆 同时也捐赠了N95口罩800个给院方 另外他们还捐赠了隔离防务衣1000件 N95口罩1000个给基隆市警察局 让警方相当的感谢 因为各项的物资大家都抢着药 那么预算的编列补助下来 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 所以经费非常的窘迫 第一点 第二点你也买不到这些物资 所以我们大家来筹资 捐赠这个物资让警察 有第一线的对抗COVID-19的设备 面对的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沾染上病毒 那按照规定 你知情过一次 你的衣服或者口罩理论上就必须要更换 可是有时候大家为了减少物资的浪费 他可能重复使用或重复穿着 那一旦你重复使用跟重复穿着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造成了交叉感染了 这些为防疫人员加油打气的捐赠物资 对于第一线人员注意量多 可以减少感染风险 也可以保障防疫人员跟家人的生命安全 记者黄俊生采访报道